你要我伸手進去摳一個洞可以 你要我伸手把東西挑出來 挑出一個棍磚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不七少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第198集的節目 離1200集又非常的接近了 那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會是這個Earthrise這個系列 陪我們一同度過這一季 然後天氣好像變熱 各位應該有可以看到 透過這個剪影 你會看到我又穿著一件白色的背心內衣 跟大家做節目了 各位秀一下我的Muscle好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能會說沒有興趣 你想看小姐姐 行啊小姐姐有啊 每個月會出一本啊 行吧 那這個玩具的話呢 爭議度比較大 我們還是從合繪先看吧 合繪當然還是很帥氣啊 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後方的車型呢也挺好看啊 但是呢 好像這個人形下的話 就沒有看到一個Audible的標誌 包裝盒的話就不特別說明了 沒有什麼特別好講的啊 除了可以展示出我的這個倒影之外呢 它就沒有任何的功能了 那我們看到這一款啊 很多人呢就詬病 抱怨啊 說Hespo呢 現在變形金剛的玩具呢 Voyager Class加個配件呢 就當作 Leader級來買啊 這一款的話真的是 軍團級呢加個重武器呢 就幫你當Deluxe等級來買 真的是這樣子嗎 啊 我們還是讓這個照片來說話好了啊 這個呢 是跟它呢 這個一樣都是紅色的 這是軍團級的玩具了啊 然後呢 Deluxe等級的話呢 以這一次啊 同樣開箱過的這個玩具 那麼這個是Voyager Class的吊臂 好 那OK 你看了有什麼感想呢 嗯 這兩個傢伙啊 你看一下啊 這身高的話就借在兩者中間啦啊 這個 所以應該你應該叫做什麼 叫Warrior Class嗎 這個這個 Lobus Indies該系裡頭 有一個W級的玩具 那其實的 以單純認真你要說的話了 它的塑膠啊 厚度啦 還有這個7的這個 透明件的使用 來說呢 其實還是會比這個軍團級呢 會 會強上非常的多啊 這個軍團級的話呢 感覺這個塑膠的話呢 是更加的薄 那至少在這個零件樹上 它的一個拳頭上面啊 什麼的一個 可動啊 各方面來說的話呢 是有比軍團級還要好啊 就是這個玩具縮的比較小啊 而且這一款的話 另外一個讓人抱怨的呢 就是它這個背包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一個拔叉的一個變形啊 那我個人的話呢 對於這個這一塊的拔叉呢 是這個我 嗯 我也沒有說那麼討厭說拔叉變形 但是肯定要被嘴一下 那你能不能接受 那是你的標準啊 那以我的標準的話呢 是如果巧妙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還可以 但是這一款呢 我討厭它這個拔叉呢 是因為 它這個啊 拿下來當個盾牌什麼的 還勉強是可以說得過去 但是呢 我不曉得是我 變形沒有變好還是怎麼樣 我總覺得我手上的這一款 你看它這個紅色的地方 它是倒勾勾進來這裡面啊 呃 我不曉得我是不是沒有變 哎呀這個零件掉下去了 不要是 這樣上來之後啊 這感覺卡的不是 不是非常的緊密啊 有時候動一下呢 就會掉 而它這個沒有背包的話呢 正面來看也是挺好看啊 那 背面其實也 呃 好吧 就稍微就後面被打了一個洞啊 但是就 還在能接受的範圍 但是這個如果扣不緊的話呢 我就覺得有點 有點不是那麼樣的一個爽快了 你稍微轉一下 動一下 這個就一個鬆脫 那這個其他的一個缺點在於說 嘖 好像也沒有什麼缺點 那體型小和拔插並行之外 好像也沒有什麼好特別去 沒有什麼特別好去嘴它的啊 那細節的話就給各位看一下 背包啊 裡頭的細節比較多 那它身上這個紅色很漂亮啊 它這個紅色這個瓦紅色的感覺 這個呢 堪比這個 呃 維成系列的第一波的那個 SizeWife的那種紅色啊 是非常好看的 那我呢 就 把這個兵器的撿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款玩具的我最討厭的一點呢 其實它的這個 黑色的這個凸啊 黑色的這個凸啊 在變形成車輛的時候呢 你是要把它給壓進去 但壓進去之後呢 我就是沒有辦法把它摳出來 你知道嗎 這個 對不對 你要我伸手進去摳一個洞 可以 你要我伸手把一個東西挑出來 挑出一個棍裝物 那我就不在行 我是不知道有誰會 在行把手指都伸進去 然後挑一個棍裝物出來啊 那所以變成說呢 這個 我借助一下這個工具 道具的話呢 我還就是 這個部件我還真是扣不出來 而且 這個拿太粗的東西呢 還不行啊 拿這個薄一點的東西啊 卡進側邊這裡啊 卡進這個凹槽裡頭 我才能夠把它給拿出來 這一點讓我非常的不喜歡 這個也是導致於說 我 我對這款玩具的一個變形來講的話 並不是那麼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滿意 那這個呢 武器的話 我們就拆下來給各位看一下 先看一下這個兵器吧 它是一個重型的一個火炮 但當然它本身的話 它是可以拆解的 在變形成這個 呃 載具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完全的拆解掉 那如果說你 這個 我們先將它做一些細部的一個拆解好了 你是可以變成兩把小槍 OK小槍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把它給做個簡單的一個示範好了啊 小槍 但其他的部件的話呢 就 嗯 就一時之間呢 其實你也找不太到 什麼地方是比較好扣的啊 你這樣就算打開 你可能就是背在後面啊 但是感覺還是很奇怪啊 一整個 嗯嗯哼 好吧 這個感覺一般般的一個 就是一個deluxe等級來講的話 其實真的 我是覺得是稍微的比較 就不是那麼樣理想的一款玩具 可能頭雕是 好吧 講一下它的亮點好了 給大家增加一下士氣好了 這個頭雕 挺好看啊 那頭部 左右轉動沒有問題啊 那裡面的話呢 是不是球關呢 是 但是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它是非常的緊的 再來的話呢 手臂平均也沒有問題啊 令人感動的是呢 至少它沒有用球形關節啊 還是用一個比較 多重的一個轉 轉向的一個設計 那二頭肌的話也是可以轉動的 手肘呢 可以彎到90度 拳頭的話可以轉啊 拳頭可以轉 這一點是比較欣慰的 腰身可以轉 那這個腰的轉動呢 初拿到的時候呢 非常的緊 而它的腰轉動呢 是在靠近上面這個地方 是在這裡轉動啊 上面這裡 而不是在這個地方啊 它是從這個正上方整個轉 我這個第一次拿到的時候 可以說是幾乎是轉不動的 然後腳的話呢 這裡一樣 一樣都不是球形關節啊 這點是比較欣慰一點的 腳掌很大 那這個腳的造型 我是比較喜歡啊 有一點機械的感覺 那我呢 就再一次的呢 先把這個部件呢 給扣回去 那這個黑色的這個 圖跟凹呢 我這個 我手上拿到的這一款呢 就是 才玩過幾次 它就已經有點偏鬆了啊 基本上扣的 就感覺是蠻容易去晃動啊 感覺不是很紮實的一個感覺 就這一款 給我的感覺就是 玩起來是比較不過癮的 比較不過癮的 一款玩具了啊 但是 這個紅色是好看啊 以觀賞性來講還是比較夠 那我們給大家示範一下 它的一個 一個一個變形過程好了 首先的話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 部件給拔下來 這個部件呢 往內推進去 那它的一個變形呢 是第一個 是把這個腰部呢 做180度的一個大迴旋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胸口這塊給打開 把這個 這塊部件給翻出來 把它做一個遮蓋 這個部分呢 再次的翻回去 然後呢 把這整塊部件 往下面翻下來 那這個部件呢 往下面轉過去 我們把這個手臂的話呢 給轉到後方 轉到後方 然後到這一邊 這裡也是一樣的啊 轉進來 到後方 好的 然後將這個手臂的話呢 做一個 這樣子 挨在一起就可以了啊 兩手臂的話呢 目前呢 是並沒有要做一個合併的 這樣子 手臂進來 好 到這邊 那這兩手的話呢 就是到時候是扣這個啊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凸 握住拳 拳頭握住這兩個凸 這樣子扣進去 這個時候呢 其實就可以先給它做一個 結合後方 也是可以的啊 先把後方結合起來好了 那這裡的話呢 我又不得不提啊 這款玩具呢 你把它變成車之後呢 你要把它這塊部件拆下來 變成人的時候呢 其實也不是那麼好 不是那麼好拔出來啦 不是那麼好拔出來 那我個人會建議就是說 從這個地方呢 先這樣子左右上扭動一下 對 會比較方便呢 我們把這個部件給拆下來 不然你要硬拔的話 硬抽的話呢 其實 就感覺不是那麼樣的一個順手 因為這一款玩具 整個變形到位的情況下呢 它的一個各個卡扣 卡解是蠻雜實的了啊 再來的話我們就把這個腳掌的話 就很簡單 從這個後方這個地方翻出來 然後腳的話呢 這個輪胎的部分呢 不對 先把它給轉過來 然後輪胎這種側邊翻出來 到這邊 好 這個就是它這一側的一個變形 這裡 把它這個地方有一個突跟到的結合 在這邊 把它給扣進去 好 這裡一樣有一個突跟到的結合 把它給卡進來 這邊 那以及這個地方 紅色的突 這裡 內側跟大腿的外側 有一個結合卡扣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 強迫的呢 變成說呢 你這個腳的一個外擺 你收的一個大腿的一個轉法呢 必須要轉到一個對的角度 才能夠完全的扣上啊 完全扣上 OK 那你就會發現呢 一處 還有這個 兩處 還有這個地方 三處 三處都卡上去之後呢 它的一個結構呢 會非常的完整 但是也由於它非常的完整呢 導致於說這款玩具呢 會讓我 我提過 我不是很 不是很欣賞它的變形 是因為 它從車變成人的時候呢 卡的都各種的緊實啊 各種的一個緊 然後導致於說 掰的時候呢 反而是有一點點小小的一個恐怖 那麼呢 這個時候呢 它的一個載具的一個變形呢 已經算是完成了啊 那我們可以試一下它的一個滾動性啊 基本上是非常好的啊 這個 沒有什麼問題 那尺寸大小的話呢 就先給各位做一個展示啊 這個肯定要罵人了啊 現在 對不對 DELUX等級啊 這個DELUX等級啊 嗯 這個已經不知道講什麼了 那我就 乾脆把這個追風者的話呢 我們也順便的把它給變形一下好了啊 既然要 既然要傷害的話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來它 給它來一個核彈機的一個傷害吧 這一款 好的 那麼這個的話呢 我已經把它變形成一個車輛了啊 那這兩個等級 你 這個有沒有發現很殘忍對不對 你 這個是百口莫辯啊 你就是變得這麼小一個 你能怎麼說呢 對不對 這個真的是 好吧 就是已經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你的價格是幾乎是人家的兩倍 但是我還是一句話啊 這個的塑膠的厚度 還有這個零件數還是比較豐富啊 但是這個尺寸的話就是難免嘴一下 而它這一款的話 有一個有一個 這個是我在做那個 電影系的這個Barricade呢 我都說它這個 你看它從側邊 它的所有的零件 就是塞在這個高度以下 它的這個上面這個車窗這一側 上面是整個是透的 好 所以這個 我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設計啊 我盡量的幫你講好話啦 這個 嗯哼 然後前面的這個 基本的塗裝啊 什麼的還是有 博派的標誌呢 只有在車型下才有啊 這個平常人形下是藏在肚子裡頭的 那上面有個大洞啊 好 那這個大洞的話呢 你可以安插這個 大型武器 但是大型武器我們就不示範了啊 那非常的蠢 那我們就示範一下它的一個 其他配件的一個組合方式 首先這個部件打開之後呢 是放到安置在車底下 從這裡把它扣上 然後呢它這個地方還有兩個凸 看到嗎 兩個凸 它是要扣到這兩個洞 兩個像寫著一個C的這個洞啊 就把它給扣進去啊 好 這樣扣上去 然後呢 這個兩側的話呢 你看到這個地方 炮的這個握柄中間是有個洞的 它要是要扣在這個這裡 有個凸 從這個地方 把它給扣上去 那另外一側也是一樣 扣上 那這些配件扣上去之後呢 並不是讓它變成一台武裝車輛 並不是 而是讓它有一個停靠站的感覺 停靠站的一個感覺 那這個的話是以這個 這樣子扣 你要記住的 扣這個地方就是說 第一 前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角度是在前方 然後呢是扣在 把這個東西往外扣啊 扣反呢 其實好像會扣不進去啊 會比較鬆 扣不進去 好 那麼呢這個呢 就是把所有的兵器呢 全部按插到了一個底部 那放在桌上的話 這就是一個 整個是一個扶起來的狀態啊 它基本上就是 輪胎就是完全都沒有 都沒有著地了 沒有著地了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武器跟 我是不知道 這是不是一個所謂的 浮空狀態 我不是很曉得 浮空狀態還需要輪子嗎 就就就就 反正就是如此這般吧 這款玩具就是 OK 最大的一個致命傷 還是在這裡啊 尺寸的一個大小 還有這個就拔叉的這個部分 那拔叉我是不在意 那大小尺寸呢 其實我也就沒有 那麼樣去care 但是我不喜歡的是它的一個 特別是真的 我現在如果要把它 變成人的時候呢 在這個解開的過程呢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的 緊掰起來的一個手感呢 其實並沒有說非常的好 啊 不過如果你單純以這個 戰狀的來看的話 這款玩具的一個 因為它這個消光的這個紅色 啊 確實還是比較好看的 那就買不買什麼 什麼價格入手呢 這個我就就就看 看各位你自己的一個 自己去評端吧 那今天的話 就跟各位一起到這邊 非常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